来到宜兰的最后一站 我跟呱呱一早就被太阳公公叫醒了 好像在用艳阳提醒我们 一天的行程又要开始咯 帐篷外的大片草原 群山围绕 还有清脆的尿叫声陪伴 让我们一起床就充满好心情 妈咪 我们在家里 我们等一下要买个家发通 我们待会要挑战 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好不好 好 走 一早起床我跟呱呱 马上就要接受今天的挑战 我们要去挑战宜兰的飘飘河 有了上次美农玩飘飘河的经验 不知道这回又有什么惊喜 等着我们呢 大家穿好救生衣 仔细检查之后 我们要出发去挑战 超级结发通咯 妈咪 我们要挑战超级结发通 你准备好像要挑战了吗 要啦 看呱呱 轻轻松松就挑战成功 既没有表现出害怕的感觉 反而是笑得很开心 真的是越来越勇敢了 征服了飘飘河的挑战 大胆呱竟然主动跟教练哥哥说 想要挑战跳水 看他从岸边一遥而下 挑战超级结发通 一点也不害怕 真的要给呱呱 掌声鼓励鼓励 只是挑战还没结束 教练哥哥说 要带我们 再去神秘的地方探险 来 弟弟我们要去我们的秘境探险一下 要不要去瀑布挑战一下呢 好 我们就要去调吧 走 走吧 要抵达教练说的秘境很不容易 要先挑战 缩细而上 才可以抵达美丽的秘密基地 我跟呱呱开心地跑到了瀑布下玩水 看起来是不是很像在修行呢 要我跟呱呱挑战超级结发通 勇敢的我们才不会害怕 贝贝 挑战超级结发通好玩吗 好玩 因为我跟呱呱在通宝 有没有很吃饱 好 超级 那有没有很凉啊 不要 贝贝要走了 宝贝 会觉得缩细很累吗 不会 我觉得很好玩啊 因为我喜欢 挑战超级结发通 好玩啊 好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